大家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我是林子彤 現在先和大家討論內地和保安股市中央收市的情況 內地股市方面 換深深馬指數升53點 中央收報4029點 上升中止重返3200點 中央收市升35點 中央收報3213點 深淨成分指數升55點 中央收報10108點 創業版指數微跌3點 1663點 港股方面也隨著A股造號倒升上來 恆指中央收市升188點 中央收報29999點 國企指數升131點 升幅超過1% 中央收報1763點 大市半日成交549億多 這個環節請來Michelle 剛才談 Michelle 你好 你好 志彤 市似乎有上升動力 主要靠中資金融股 撐住 後市又快要假期 市怎麼看 還有成交方面會不會怕假期之前 都有一個縮減的情況 其實成交方面都已經預算了 你看到這一兩天 無論是港股還是A股的成交 方面也不算跟之前的一萬億的那些沒得比 但是你說到現在的位置 例如說港股去到一千億左右 A股大概還有一天六千至八千億的成交 相對來說 我覺得仍是一個比較合理和健康的水平 不會對此有過份的解讀 反而見到今天 港股和A股走勢 今早都比較波動 最主要港股今天升幅 最終升幅百多 一百八十點左右 上到來 我看回和A股的關係比較大 而其實港股的市場仍在反映 或者說說解讀之前出的一些信貸或社用的數據 始終你見到信貸和社用的數據表現得那麼好 而市場仍在當中的一些受惠 或者說受惠程度比較大的銀行股 都不太懂得動 這件事情都真的不太合理 你說今天補回升幅上來 我覺得都是正常市場反映 對於數據的解讀 而另外一件事就是 現在目前來說 我相信市場的焦點 亦都會放在明天公佈的GDP的數字上 現在其實大家都預計了 其實在見到經濟的行壓力 都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對於內地的第一季成為 第一季的GDP的預期 都已經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相對來說 當然是跟內地自己比 去到大概6.2、6.3這些位置 但6.3始終還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增速 還有其實你看到第一季 很多現在手上的數字 包括之前的一些PMI 還有說到之前一個進出口的數字 我相信這次GDP的數字 在一個已經下調了預期的情況之下 不一定真的會這麼差 就好像你看到現在 目前美國方面 美股出了業績 大家都看到它迫了預期 但是大家可能都未必真的記得 之前是因為大家下調了預期 下調得很厲害 看到美股這次升上來 因為也是一樣的 回到中港股市 當你之前下調了預期的時候 如果這次做得好一點 對於市的積極影響程度 可能是會比我們想像當中會大一點 所以都是我短線來說 對於市的後市 也算是看得不算特別差 幾個比較大的原因 而港股其實這一段時間 都看到它是圍繞著 三萬點左右 這個位置去做一個上落的格局 至於你說向上和向下的空間有多少 之前就會覺得 那個支持位是會在四月頭的 這個列口頂部 同時其實這幅圖看不到 也是一個二十天線的位置 去到二萬九千五百點這些位置 而向上的阻力就看回到上一個列口的頂部 就是去到三萬零二百五十九點 這個位置昨天也曾經是突破過 但是是站不穩的 我相信短線 如果未能夠突破這兩個區間 就是去到二萬九千五百點 以及去到三萬零二百點這個位置 港股後市還是比較大機會 有一個橫行格局為主 但是說到至於橫行格局為始的一段時間 但是也不會跌穿二萬九千點 這些更加大的中線支持的情況之下 對於整個港股後市的看法還是比較正面 中線來說 我相信港股有機會在中線的情況 向上市回到三萬一千點這些位置 好 說完大市 我都看回 剛才也說到今天升市 都是靠著中資金融股帶動 建行、公行升幅最大籃籌 升超過百分之二 國售和中行排第三、四位 普遍升大約百分之二左右 中資金融股特別是內銀股終於適動 看回銀行公開市場重啟逆回購 過去十八天都暫停 內銀股或者中資金融股 有沒有得再升多一陣呢 其實我自己對於中資金融股整個板塊的看法 是相對於內銀股 你認為內銀股 過去一段時間的升幅已經比了大 特別是收購保險 跟他們自己本身的轉圍概念有關 但我相信反映了這麼多情況下 後市的升幅空間 我覺得相對來說內銀的空間會比較大 最主要是他們的股值相對比較落後 特別是說一些大型 例如建行的估值 目前仍在平均的平均估值 所以他们的空间会比较大 而且之前我们看到的信贷数据 新增人民币贷款方面 其实真的有超出预期的表现 而这个超出预期表现主要是靠什么拉动呢 是靠内地的消费 例如居民一些短期的消费 还有最近内地的楼市不算做得特别差 有很多城市看到他们的手套房贷利率 都在不断下行的情况之下 你见到内地居民对于房贷的需求正在增长 所以一些中长期的居民的消费需求 就是房贷这方面 去推动整个银行股的企业 而昨天也说到对于一些企业方面 暂时说目前 例如看MM2这些数据 不会觉得企业短线来说 有一个非常明显全面复苏的情况 但是是不是你说那个情况是很转 我相信也是 只不过可能要给他们多一点时间 才能见到他们自己对于中长期 整个经济的信心才会新增 或者增加 见到中长期的贷款都新增的时候 对于整个经济 才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复苏的定论 但是目前来说 其实你见到现在内地的经济 是有慢慢很转的情况 觉得内人股之后的零股增长 可以Sustain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说 因为之前内地方面 其实都是做了少许多放水的措施 令到整个流动性都算是比较宽育 那说之后 刚才智涛也讲了 重新做一些公开市场操作 可能对于一些MMF到期的时候 会做一个逐期 那就算人行目前出声 或者一些内地官媒出声 未必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會輕易地用到鋼準出這張牌 但相信它會通過其他的 例如逐續MF或者重提TMRF這些公開市場操作 去保持內地方面的一個流動性 在一個流動性上算是比較寬裕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對於這些老人股是受惠的 也看到一些大行對於他們目前的一些資產狀況做了一個分析 大多數的一些老人股 他們的負債的存續期 即是負債什麼時候到期 那個年期是半年 而他們的資產什麼時候 即是他們什麼時候回本的資產 去到兩年 即是他們的再融資需求在這半年就要發生 而他們再投資的需求去到兩年之後 如果這半年或這一年之內內地的流動性 可以保持在一個比較寬鬆的 內地利率環境還是比較低的情況之下 對於內人股本身的融資成本會有正面的影響 它的融資成本會降低 相信這件事會保持到第一季之後 第二季第三季的NEM 可以保持到一個延伸的情況 而大家本身已經預算第一季的NEM 其實是可以做得比較好 現在再預期第二季都能保持到 我相信對於內人股 即是中線的股值 可能會有一個收復的情況在 所以其實如果現在內人股來說 雖然說到對於剛才的一些分析 分析方面 例如融資成本等分析 中線銀行仍是比較受惠 但始終現在股值落後的 是一些大型銀行股 例如建行、公行等 我相信整個環境都有得升的情況之下 我都會以建行或公行這些大型銀行股 作為首選 例如建行就算是現在這些位置 升到7.1這些位置追入 我相信還有空間 上網可以去到8.5這些位置 如果你說是 如果看回公行的位置 大概目標價去到6.7或7元這些位置 好的 謝謝Michelle 詳細的分析 Michelle有沒有前有上述提及報告的股份 沒有的 謝謝Michelle 待會回來還有其他直播 我們待會回來再見